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你们知道我手上拿的这个缓震模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专业运动员人手必备的一个加强球拍手感的神器 因为打羽毛球大家呢 对于手胶的选择只有两种 一种是皮胶一种是毛巾胶 那手汉多的人建议大家选我店里的新价面的毛巾胶 那手汉少的人用皮胶 我们店里的FIRST以及WD强的手胶也卖得非常好 那我先来讲一讲这个东西怎么用 很多人买完球拍对吧 球拍打到手上它有个基本的一个束缝膜 这个毋庸置疑是肯定需要给它拆掉的 然后第二个要拆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要拆的就是它里面附赠的这一个手胶 就是大家所俗称的叫底胶 那底胶是一定要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底胶太厚了 基本上为了能够保证我们最好的技巧手感和我们自己的一个握感的话 我们的底胶专业运动员基本上98%吧都会拆掉 为了节约时间直接就把它当做底的木头 好 我们通过自己的握感就握一下 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会有一些细的 好 那我们一般是三层为一个跳级 什么意思呢就是看 我包三圈 1 2 3 好 包三圈之后 然后再1 2 3 然后三层包好 然后再1 2 3 这一共呢大概是三层左右 然后在最后再从头包回尾 那我们这样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底 那这个打底有什么用呢 因为它的握感呢 它是吸震的 它为什么缓震膜呢 在打球的时候 不管你再好的拍子 你用力之后 那个球和拍子产生的震感 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体上 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说 不建议大家打太硬的球拍 因为打太硬的球拍 打过高的棒数 你身体肌肉所承受的震力是很大的 那通过这个缓震膜的使用 就可以保障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能够减少球拍和球 带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所以缓震膜这个东西 我是大力提倡大家去使用的 那我们中秋做活动 我们店里面卖了三款的手胶和毛巾胶 一款是新加棉毛巾 还有一款FIRST 还有一款WD强 都卖得非常好 那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只要你购买我们店里的 手胶类的配件 都会免费赠送大家一卷 这一卷虽然说 大家看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足够你用很久很久 希望这个缓震膜的使用 能够对你的打球 带来更好的体验 减少它的震动感 让你的球技更加进步 我的店铺只有两家 一个是微信小程序国语严选 还有淘宝店铺国语严选 谢谢大家支持